光在台湾就有200万个敏感体词和灵修人 你可以不信 但这难以捉摸的世界始终在你身边 讲到摇池基姆灵修派 有人会立刻想起 一些人在宫庙前面展现出各种肢体动作 像是不自觉转圈圈 在地上翻滚 还有人摆动出某些神明的姿态等等 你可能会对此感到很新奇 却有可能觉得有些怪怪的 然而提到灵修 是很难将灵动这项元素排除在外的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看待 这个异于其他信仰的修行方式呢 其实灵修者的灵动并不是基同的起姬或灵驾 灵动的目的是为了诱发体内元神能量的苏醒 透过灵动 灵修人进化身体与心理能量 降低后天意识的过度欲望 并进一步与先天元神合一 灵修人需要透过元神才能够与外灵交流 与先逢的愿力相应 这又是灵修人半身式的主要力量来源 因为这样灵动是灵修派修行者必经的身体修炼 灵动必须在专一纯粹无虑不带任何的杂念下进行 一旦灵修人的心理或潜意识受到旁人话语或内心欲望的影响 就容易出现自我催眠的状况 例如念头闪过观音 灵动便会比划出莲花纸 甚至还可能出现假灵动 也就是做出类似灵动的动作 但其实是不带元神的 然而灵动不只是一把进入神秘经验的钥匙 还是一套自体启发的独特养生功法 知名灵修作家宇瑟 在我在人间的灵修名藏 灵修人关键报告都有指出 姚史基姆传下灵动功法最原本的用意 就是为了帮助当时的信徒在增长 智慧的同时也能够强生健体 而在最新的灵修训体与一家的精彩对话里也提到 身体健康对于强化心灵的力量来说非常重要 灵修人进入到灵动状态会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无形气 冲刺全身 他会带动全身做出各式各样的体态知识 在初期这些无意识的动作都是由无形气带动全身 与险佛没有关联 雨色在起灵后灵动时 就常常被带动着做出类似瑜伽的高难度动作 像是不断重复下腰成瑜伽中的狗桥式 甚至仅以投心底地 这虽然也是他后来接触古印度瑜伽 认识这另一种修行 并从中发现瑜伽与灵修共同秘密的契机 但在最刚开始时 这些动作一度让他难受到提出质疑 埋怨为什么自己要受那么大的苦 别人却不用 结果讨拍无效反而被先佛提点 要他不要拿自己与他人比较 他们说他的身体不好 灵动主要的功能是改善身体 又说一个没有健康身体的灵修人 日后怎么有资格向他人分享灵修 最后还要他明白 修行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 不要怨天尤人 可见灵动一方面是锻炼身体 一方面也在透过锻炼身体修习心性 其实是灵修派这样有着先佛 作为历史背景 教派背景的修行方式 每一个修行人最基本的功夫 仍然是守好做人的本分 重视健康 修习心性 而不要沉迷在鬼神先佛之中 所以与射从不射限 他开放地去吸收各种不同的修行法 来精进自己 例如佛教 西方灵性思潮 又比如古印度瑜伽 跨越身体与心灵所造成的魔障 进入神性合一 是每一个修行者应该要去思考的重点 而瑜伽是透过有系统的心理察觉 与身体锻炼 来培养人的敏锐度 及强大的心灵自主性 如果做瑜伽的过程中 能够如实观察自己 从不牺牲浅 身体酸痛 到对情绪的观察等等 长久下来 并会慢慢开始对生命 有更细致的体悟 观察到生活中的某种力量 正在促使你前进或阻碍你 并进一步做出适当的调整 灵修开启了瑜伽的修行之旅 古印度瑜伽又为他的灵修之路 带来些什么身心和灵性层面的修行养分呢 更多内容 请大家找灵修训题瑜伽的精彩对话来看 这是这本充满人量的好书 目前博客来金石堂成品 等各大书店都已经上架咯 最后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 和按粉丝团的赞